望线,独守往事,第二集,魏英进去也偷偷地往蓝室的方向看去,果然看到了那个座的板正清冷金贵的仙君,跟着环境是那样的格格不入,他的眼眸颜色很淡,可是魏英知道,曾经那双眼眸里满是对自己的宠溺和爱意,傅君金视线线不会再傻了,不会再错过那么好的你了。 魏英以为他的动作很隐蔽,可还是逃不过他娘亲的敏锐,藏色散人顺着他的方向看去,蓝室,看来他的阿县就快要留不住了。 魏长泽带着妻儿来到魏氏的位置,坐好,一坐下藏色散人就靠近魏长泽,在他耳边低语,傅君,蓝室那是哪位公子不曾见过。 魏长泽抬头看了一眼蓝室方向,便对身旁的妻子说道,那是蓝室二公子,也就是已故的清衡君敌次子,那他多大了? 可婚配了?跟阿县同更,大我们阿县几个月,应该不曾婚配,不过你怎么突然对蓝室二公子感兴趣了? 你没看见你的儿子,悄咪咪的,看了多少眼蓝室的方向,还以为没人看见呢? 魏长泽看向一旁的人,果然如夫人说的那般,无奈一笑。 不过这蓝室二公子,总比那个江氏少主好了不知多少,看来他家的阿县要留不住了。 蓝湛总感觉有道视线看向自己,可是一抬头就不见了,蓝启仁也看到了蓝湛的不同。 出声询问,忘记,可是不是。 回叔父,不曾,蓝启仁让他不舒服要说,蓝湛点了点头硬下,蓝启仁这才回身做好。 蓝湛不由自主地看向对面的那个少年郎,而后连忙收回视线,怎可如此无礼,盯着陌生人看,有为家归了。 而坐在最末尾的江城,看到了这一幕,这样下去不行啊。 可现下不是好时机,他爹爹和娘亲都再不能把他骗出来,下次得找个时间把他骗出来,不能让他对蓝室有想法才行。 宴席结束魏长泽带着妻儿准备离开,不曾想遇到了蓝室。 魏长泽和藏色散人魏英对蓝启仁行礼,蓝湛回礼,魏英抬起头时又悄悄地看了一眼蓝湛,而后连忙收回视线,蓝湛也感觉到了,藏色散人在一旁默默看着,看来回去得好好跟他的阿县聊聊了。 启程回到仪陵,回到卫府,魏英想回去休息,不曾想被自家娘亲拦下了。 藏色散人看着他问道,阿县,你是怎么想的? 娘亲,阿县不懂您的意思。 今日在宴席上那快藏不住的眼神,真以为我看不见啊。 魏英没想到他这么隐蔽都被发现了,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,而后抬起头看着自己的爹爹和娘亲,起身走到他们面前跪下,郑重地行了大礼,而后说道, 爹爹,娘亲,以前阿县受小人蒙骗,做了很多让你们失望的事,从今日起不会了。 还好还来得及,阿县的名声还没被弄得那么不可挽回,想来爹爹和娘亲下了不少功夫。 是阿县不懂爹爹和娘亲的良苦用心,今日起,阿县会乖乖在家修炼,换回名声,让世人看到,魏氏少主不是那玩世不恭的顽固子弟。 还请爹爹下令,以后宜邻卫氏不欢迎将是任何人来往,还有今日一见,阿县,阿县。 剩余的话,魏英不好意思再说,可是想到那清冷金贵的仙君,他重来一世,不就是想跟他在一起好好过一辈子的吗? 阿县今日对蓝氏那位公子惊鸿一瞥,乱了心弦,还请爹爹和娘亲替阿县去蓝氏询问他,可婚配否。 藏色散人起身走到他面前,把他扶起,而后抱着他,摸了摸他的头发,柔声说道, 我的阿县终于长大了,那我和你阿爹做的事都值得了,你可想清楚了,一旦我们去问了,就没有回头路了,如若他婚配了呢? 娘亲,我想清楚了,此生为他一人,如若他婚配了,那阿县便不再打扰,那就不曾想再找一个道理了。 娘亲,心一旦住了人,就不可能再让多一个人入住了。 藏色散人无奈地看着自己这个执拗起来谁也说不动的孩子,叹了一口气,希望那蓝二公子还未婚配吧,不然他这傻孩子就这样孤身一人一世了。 魏长泽写好拜帖,让弟子把这个送去姑苏兰氏,弟子接过拜帖行礼退下, 藏色散人在一旁不出声,他也怕这蓝二公子有婚约了,这样他家现现怎么办? 魏长泽看出他的担忧,走到他身旁,把人抱怀里,藏色散人窝在他怀里,他也知道这时不能抢求,即使蓝二公子没有婚配,可如若蓝二公子不喜欢他们,也不能抢求人家跟现现结道,但愿事情能顺利吧。 蓝氏守门弟子看到卫视的弟子地上的拜帖,接过带人进去,弟子行礼便跟着他们进去了,进到松丰水月,卫视弟子行礼地上拜帖,蓝西沉上前接过, 而后打开,看了里面的内容,而后把拜帖递给叔父,蓝企人看完也愣了一下,这卫视怎么突然要来蓝氏拜访了? 看了一眼一旁的蓝西沉,蓝西沉点了点头,而后对在一旁等候的卫视弟子说道, 道那日蓝氏定扫踏相迎,多谢蓝宗主,我定如实相告宗主,而后弟子行礼便退下了,蓝氏弟子带人出门了, 在人走后,蓝企人这才出声问道, 西沉,你说卫视这是什么意思? 不知,道那日便会清楚了,蓝企人点了点头, 此时的蓝企人还不知道他最满意最喜爱的白菜被人惦记了, 此后的日子每日过得那叫一个精彩,当然这是后话了, 卫英送爹爹和娘亲出门,而后便转身回府, 对弟子说道,凡事将是知人都给我拦下, 不许他们踏入卫视一步,是, 少主,卫英点了点头,这才转身往里走, 卫英一边走一边想, 线下最重要的是要好好修炼, 还有挽回名声, 他不能像前世那般跟蓝湛截道, 他是那样好的一个人, 不能因为他而被世人诟病, 江城躲在暗处, 看到卫宗主和他夫人离开了卫视, 于是便向往常那般直接进卫视, 想把那个蠢货骗出来, 不曾想被守门弟子拦下, 公子,可有拜帖? 没有,你们不知道我是谁吗? 不知道,没有拜帖不得入内, 叫你们少主出来, 就说江氏少主过来找他了, 抱歉,少主不在, 而且你说你是江氏少主就一定是了, 万一你是冒充的呢? 你,如若有事烦情准备好拜帖, 不然卫室不会随意放任何人进去的, 江城被堵的一句话说不出, 怎么回事? 这蠢货平日里不是这样的, 难道他发现什么了吗? 不行,他得回去好好想想怎么办才行了, 看到他离开了, 卫英这才现身, 他倒要看看江氏还要做什么事, 他对守门弟子说道, 我出门夜恋,如若爹爹和娘亲回来了, 跟他们说一声, 是,少主, 卫英这才启程出门夜恋修炼去了, 以他的修为那时那个邪碎不可能解决不了, 而且,那个邪碎很有目的性地只朝他攻击, 而且那时他记得好像闻到了一股味道, 之后,他便使不出力气, 而后那江城便出现救了自己, 那个邪碎比他高级了不知多少, 他一个自治平庸之辈,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解决了那个邪碎, 而且,那个邪碎一点都不反抗, 原来如此, 那江城早就算好了一切, 救命之恩, 自己肯定会感谢, 便会跟他交朋友, 这样, 他就能取得自己的信任, 就能对自己下杀手, 为英自嘲一笑, 这么简单的计谋, 自己上一世都不增细细回想, 就这样轻易信了那江城的话, 而后执迷不悟地失去所有, 是自己蠢笨, 所以他被江城害死, 是自己活该, 可是不该把无辜的拦战牵扯进来, 所以这一世, 他不能就这样放过僵尸, 既然他们这么在意那些虚名, 那他就成全他们, 而后再把他们从高处狠狠地摔下来, 这样才有趣不是吗? 魏长泽和藏色散人来到兰市, 地上拜帖, 弟子接过, 便带人进去, 另一弟子先行一步, 往松丰水月走去, 弟子在雅士门外说道, 宗主, 兰先生, 魏宗主和夫人道了, 知道了, 兰西尘让人准备好茶水, 便走到兰西人身后站着, 不一会, 魏长泽和藏色散人便到了, 他们进屋行礼, 魏长泽说道, 兰先生, 兰宗主, 贸然打扰, 还请见谅, 无妨, 坐吧, 多谢, 魏长泽和藏色散人, 走到一旁的位置坐下, 兰西人看着他们问道, 不知魏宗主此次来兰市, 可是有何事? 是这样, 不日前, 犬子随我们前往金氏宴席, 对付上二公子一见倾心, 我们便厚着脸皮, 过来兰市询问, 不知二公子可否婚配, 如若合适, 不知可否能解两性之好, 兰西人愣了一下, 原来是为了他的忘记来的, 兰西尘也知道这一陵位是, 看着愣住的舒服, 轻咳一声, 兰西人回过神, 回答道, 旺姬未曾婚配, 可这姻缘仪式总不能强求, 得问过旺姬才能回答魏宗主, 应该的, 毕竟这以后是两个孩子的事, 也是他们两个相处过日子, 我们做父母的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想法强求孩子, 兰西人点了点头, 而后让弟子去静氏换二公子过来雅氏一趟, 门外弟子应下, 便往静氏走去, 弟子来到静氏, 在门外说道, 二公子, 兰先生有请, 兰战停下抚琴的手, 对着门外说道, 我这就过去, 兰战起身, 整理一下衣服, 便走到门外, 弟子行礼, 兰战点了点头, 而后往雅氏走去, 走到雅氏门外, 弟子对里面说道, 先生, 宗主二公子到了, 进来吧, 兰战这才走进去, 一进屋里, 便看见坐在主位上的叔父和兄长, 还有一旁的魏宗主和魏夫人, 兰战依依行礼, 藏色散人, 这才细细打量着眼前的兰二公子, 越看越满意, 他家现现的眼光变好了, 不挑就不挑一挑, 就给自己找了一个这么好的道理。